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現在把你的課本 打開到189點 我們延續昨天的進度 我們來看幾個題目 這樣好不好 請看到那個隨堂練習 我每一題都會很仔細的講 你認真的聽到 第一題 side 平方 幾度 53度 加上什麼東西 side平方 37度 對不對 然後問你說 這個值是多少 對不對 同學這個怎麼做 這個其實蠻簡單的 首先呢這個東西 你看我這邊 這個side平方53度 其實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side的 53度的什麼 整個的平方 對吧 它是side53度整個的平方 只是我們大部分在寫的時候 我們習慣把平方寫在這邊 這樣寫感覺好像比較簡單 對不對 然後side平方37度 你告訴我其實它是誰 它是side37度的什麼 對 37度整個的平方 欸跟著我寫喔 那你一定會想說 欸老師啊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是多少 看不出來對不對 你只要利用我們昨天學的那幾個基本的概念去處理就可以了 來 這是side53度整個的平方 side53度 整個的平方 再加上 好 欸我問你喔 side37度它會等於cos的幾度 昨天才教過啊 那叫乳腳關係 這個side37度你現在把它改成 改成誰呢 改成cos的幾度 53度 來你也把它寫上去 這樣可以嗎 這樣寫有沒有問題 side37度把它改成cos的53度 函數改成 余函數 角度改成余角 這是瑞角三角函數裡面的一個重要的關係 叫余角關係對不對 欸知道我的意思吧 這知道為什麼齁 好 然後同學請問你喔 這兩個角度有沒有一樣 都是53度 有沒有 有 這時候都是53度 那三角函數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很準是 side的平方加cos的平方 一定會等於多少 一定會等於1 但是你角度要一樣齁 這兩個角度一定要一樣才能這樣用 side的平方加cos的平方一定會等於1 所以這一題答案就是1 這麼簡單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沒有齁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來看第二題 我看這個題目其實都是蠻基本的齁 第二題它問什麼 它有它這樣寫 side的平方35度 35度 分之1 哇 然後再減掉什麼東西 減掉 tangent的什麼東西 tangent的平方 35度 欸 55度 OK 欸 他問你這個東西喔 欸 欸 欸 同學這個要怎麼寫 這個喔 我寫給你看 來 你看到這邊 我們慢慢寫喔 上面是1對不對 你知道side平方35度 其實它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side35度的什麼 欸 side35度整個的什麼 整個的平方 對吧 你懂這個意思的喔 對不對 齁 這兩個寫法其實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好 然後tangent喔 來 多久我問你喔 tangent它是誰除以誰 它是side除以cos 對不對 所以tangent的55度 它是side55度 再除以cos的幾度 55度 齁 然後它這裡有個平方 好 那就代表外面這邊有個平方 這樣可以嗎 齁 它的意思是這樣 它的意思是這樣 這樣好不好 我們稍微把它改型一下 side除以cos就是平均嘛 齁 欸 然後你好像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的角度 這裡35度 這裡55度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讓35度變成55度 可以 你只要利用那個叫什麼關係 魚角關係 來 魚角關係告訴你喔 side35度 其實它是cos的幾度 對 cos的55度 這樣有沒有問題 side35度就是cos的55度 然後不要忘記這裡有一個什麼 這裡有一個平方 分之一 可以嗎 這樣 就這樣 然後剪掉 來 後面這裡 它的分母是cos55度整個的平方 所以這邊是cos55度整個的平方 好 好 那上面是誰 上面是side的平方55度 欸 知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好 然後你要注意喔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這樣寫嘛 對不對 沒有問題 好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這兩個可不可以寫在一起 可以 接下來就怎麼寫 他們的分母是一樣的 叫做cos什麼 平方55度 對吧 對吧 是不是cos平方55度 對吧 就是cos55度整個的平方 然後請你看這邊喔 請問你這個1啊 1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多少 欸 應該記得吧 side裡面有一個很等式 來 1其實就是side的平方幾度 55度 加上cos平方 加上cos平方 對 55度 55度 這樣可以嗎 side平方加cos平方是1嘛 OK 它就是它對不對 然後後面再減掉side平方 55度 其實同學做這種題目 你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 好無聊喔 在那邊繞來繞去 對不對 這只是一個練習而已 好 side平方55度 減掉side平方55度 怎麼樣 是不是就減掉了 然後同學我問你 上面剩下cos平方55度 下面也是cos平方55度 上下都長得一樣 所以相除之後 來 1 等於多少 等於1 對不對 你看 過程就這樣寫 它只是在那邊玩文式遊戲 就是那邊tangine 就等於side除cos 角度想辦法讓它變成一樣 對不對 然後把1寫成side平方加cos平方 對不對 最後整理出來答案就長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這種題目就是 這麼的浮時無法 好 花一點時間去把它寫出來就可以了 好 好 接下來我要講今天最重要的一題 189頁立體6 哎呀 這個立體6好重要喔 給它三個讚 旁邊誇號 來 常考 這個題目不僅平時考會考 我也大膽跟你預測 斷考也會考 這種題目 這個我當學生就有了 對不對 這個題目實在是太常見了 來 這個題目它讓你講 已知sita是什麼叫 瑞角 來 你把它畫起來 sita是瑞角 然後 而且告訴你 side theta sita 加上 cos的sita 等於多少 欸 他說等於多少 5分之7 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從這裡有沒有發現 我們課本其實很聰明喔 我們上次有講過 sita是瑞角的時候 sine加cos一定要比誰大 欸 我上次沒有講過嗎 一定要比誰大 一定要比1大對不對 一定要比1大 所以他設計5分之7 這個數字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他如果這裡寫3分之2 那這個題目就錯了 因為sine加cos在瑞角的情況下 一定要比1大 他寫5分之7OK 是OK的齁 好 那 現在他問什麼問題呢 他問下面兩個問題 來第一個問題 他問什麼呢 他問你 sin θ 乘上 cosθ 來 會等於多少 第二個問題 他問什麼東西 sin的3次方θ 加上cos的3次方θ 欸 會等多少 好 OK喔 所以我開始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旁邊要畫一個格子 來 你把這個格子畫出來 我要幫同學複習一下 你高一學過的一個東西 來 你把這個格子畫出來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它 來第一個 哈囉 我現在可不可以問同學 欸 同學 A加上B的完全平方 其實這個應該是國中的東西 來 誰告訴我 這個打開是誰 A加B的完全平方 這個打開是誰 這是A平方 加上兩倍的什麼 A乘B 再加上B的平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不會 不會你舉手 我現在教你 為什麼這個會這樣 有需要再講一次 為什麼會這樣 A加B的平方 這個其實就這樣啊 國中老師是怎麼教 就這樣啊 A加B 再乘以多少 A加B 我們用直式的乘法 這樣好不好 欸 同學問你 A乘A是誰 A平方 A乘上B會得到誰 AB 然後B乘上A也會得到誰 AB 然後B乘B會得到誰 B平方 然後把它怎麼樣 把它加起來啊 對不對 打開是不是有四項 這兩個長得一樣 叫同類項 所以合併之後叫做誰 A平方 加什麼 兩倍的AB 再加B的平方 欸 知道這個事情嗎 知不知道 可以喔 好 但是有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第二小題會用到 來 這個第二小題會用到 是用到這一個喔 欸 有沒有人知道 A的三次方 加上B的三次方 欸 這個東西 可以怎麼寫 欸 你們還記得嗎 A三方加B三方 它有一個分解公式 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A怎麼樣 A加B 再乘上什麼東西 A平方 然後加還是減 減 減掉AB 加B 再加上什麼 加B的平方 來 你把它寫上去 我們會用到這兩個公式 會用到這兩個公式 這樣可以嗎 欸 你看一下喔 怎麼可以 你幫有沒有同學能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公式會長這樣 就為什麼這個東西它分解之後是這樣 A加B 這裡是加這裡就加 它係數 那個符號是正負正這樣 A平方 減AB 加B平方 還記得嗎 高一上有學過喔 需要再解釋一次嗎 要嗎 還是這樣就可以 幫你復習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第一題喔 來 同學你看喔 你要從這裡得到這個東西 欸 你看喔 從相加得到相乘 你猜一定要做什麼動作 有相加 然後做什麼動作之後 會得到這兩個東西相乘 就是把這個東西把它怎麼樣 平方 所以來 你看喔 課本一定是這樣做 sinθ 加上 cosθ的什麼 平方 欸 可以嗎 課本一定是把它平方 這個固定的策略 這個平方之後 你告訴我你會得到誰 打開啊 叫做sin的平方 θ 加上 兩倍的sin θ 然後再加上什麼東西 cos 平方 θ 欸 知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A加B 打開 對不對 A加B的平方 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應該很聰明喔 來 你看我這邊 這個課本都這樣教喔 這裡有sin的平方 θ 來 這裡有cos平方 θ 來 根據我們學的那個很等式喔 來 請問你 sin的平方θ加cos平方θ是誰 1啊 對不對 這兩個紅色的 是不是可以合併等於多少 1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兩倍的sinθ 在乘上 cosθ 對吧 這兩個合併就變他 那請問你喔 sin加cos的題目有說 這等於多少 5分之7 5分之7的平方是多少 5分之7的平方是多少 25分之多少 49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嗎 5分之7的平方 不是25分之49 所以現在我們發現 兩倍的sinθ 乘上cosθ 就會等於25分之49 再怎麼樣 把1搬過來 減1 來 告訴我 減1之後是25分之多少 24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就慢慢做就好 然後最後兩邊 再同時除以2 把這個2除過來 所以你就得到這一題的答案 sinθ 乘上cosθ 來 就擋個dota 把2除過來 就擋個25分之dota 12 課本的標準做法就是這麼一文學 欸 懂不懂 知道我在講什麼 欸這你不用抄啊 這課本應該是這樣做吧 可以喔 嗚 欸行不行 可不可以 我跟你講這考的時候可以考 那考試每次都考這種題目啊 好固定的 固定的好嗎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欸你看好這邊 side³θ 加cos³θ a³加b³